儿童节前夕县府特意举办活动 除了让亲子同乐外 也借此向家长宣导托育补助政策 社劳处副处长表示 居家托育人员除需受专业的训练考取证照外 也得向县府申请证书才能照顾幼儿 希望家长能选择合格的人员来照顾家中的宝贝 那平常父母亲可能因为工作上的关系 没办法亲自来带小孩 他通常可能委托以往的所谓的保姆来带小孩 现在也开放男性也可以担任保姆 但是现在担任保姆 现在的名称就是居家托育人员 居家的托育人员从103年12月1号以后 必须要经过专业的训练 取得证照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向南投县政府 来申请居家托育人员服务的一个证书 许多家长也带领家中小朋友前来参与活动 希望透过活动灌注孩子们珍惜物品的观念 像这个交换玩具的活动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可以让小朋友说他的玩具他把它珍惜好 不要玩的玩具的话就可以捐出来 然后去换交换就是别人新的玩具这样子 那对小朋友而言他会比较去珍惜他现有的玩具 而不会去造成一个浪费 玩具的交换不只能让孩子们珍惜物品 也减少资源的浪费 县议员许素侠肯定幸福的用心 而针对托育补助 县议员许素侠也建议幸福多多举办课程 训练更多合格的人员来照顾幼儿 也借由我们一个玩具的一个交换 也可以换起说我们现在年轻人还是说 家里有一些已经过期不想用的这些东西 可以在家利用就是环保的一个概念 其实过来就是我们也换起说 我们现在托育保姆的这种专业的一个领域 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一个年轻人 他工作压力非常大 然后如果说孩子一生的话 这个孩子托育在哪个地方 这也是让我们所有家长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希望说南斗县政府可以多来推动 我们保姆的一个训练 议长和胜峰感谢县府的用心 规划托育补助政策 减少了许多家庭的负担 也让小朋友能受到妥善的照顾 记者卢与凯 竹山镇采访报导